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昆生戴天府是一座位于台南市北门区的王爷庙 因分林众多又被称为台湾王爷总庙 昆虫就是昆虫的机身 就是它的杀作的形状 它的形状是昆虫的 不是昆虫 海中最大海的昆虫就是鲸鱼 海洋 所以就是用这样来昆虫这个图书 当时我们面前昆虫 白昆虫 当时我们身边这边就聘到这个王寸 当时的辈子比较散 所以就聘到拜拜了 再上一趟 但是王寸出去了 它逆有逆向而返 当时的人说 原来这就是要跟我们农典 要让我们来拜 所以当时王寸又专举起来 练练给他聘廟在这里拜拜 因此这个地方 差不多都村里猎虎 或是寄居在身体 都可以完成 都可以教育圆忙 当时也有听众说 李宗的化作老人 他们去找藤山去 买木材去廟 买建材去廟 买建材回来去廟 三毛毛团队说在这儿大廟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廟建起来 不是一般的廟都完全了 这是刚才我们南文台天路的历史 我刚才说 本来由我用成家的历史 就是大家很会听的 团队是团队 咱们地建造刹子 所以我们平行 tierra 用大的一些廟建局 el方也是存在历史的历史 那我找到這個地方 我發覺說這個地方是 他們說是宅廟的 那麼當時他們就說 我如果要來這裡建廟的東西 我已經有在這裡做一個技巧 我要放當尖 他們說我這麼早就炒當尖在這裡 然後請特地說 三次來做建設 我打開一個 炒我偏開當尖當中炒一支當尖 這樣就沒輸贏 問答也沒輸贏 結果接下來就無答 反正就說 這些都是新改的事情 怎麼可以在那裡做 來做吊蓋 調到的結局就有三行 第一人是說 我午前就在這裡建廟 跟兒子說要建廟給廟 第二 就是如果來南昆新鎮 也要來兒子說這裡拜拜 第三就是我們這兩邊的行 做會打拼 做會發展 南昆新的興奮 這很完美 所以既然來南昆新 要拜拜的人 你在廟拜什麼 要來拜兒子說 這非常無新聞的規定 到2022年南昆申戴天府 歷史已有360年 1662年 眾人合力以草廟 奉四五府千歲 與中軍府 並在1817年 與台南北門康朗山建廟 廟宇建築雄偉 且蕴含豐富藝術文化 分林廟宇多達兩萬六千余間 使南昆申戴天府成為台灣王爺總廟 分林及信徒遍布全台灣 每年春夏季是五五千歲靜香期 是全台灣靜香團最多 時間最長的廟會活動 融為台灣十大廟會與國家重要民俗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 年香客多達近千萬人次 香火鼎盛 人潮落意不絕 我們南昆申戴天府已經要三百六十年了 我們分林廟宇有兩萬十千幾間 我們每一年的香客有幾千萬人次 我們號稱台灣王爺總廟 那也是國定古蹟 那還有國家重要民俗 是怎麼我們的祝福 一直發展開 信託這個嘛 信託是怎麼做 那就是人有得到的神的感應 那我老公在這裡天地 我們建議的立書有給 第二 他幾三百幾年來 他得到人心 王爺 有信仰爺 他就隱隱同在 他的季節 真身上就被人家出 你的信念 王爺在打打手 我就立法拚來做 所以說成功的政家 還需要靠本身 王爺不欠人家 其實我是嘉義入朝 然後我們重來 其實也是拜五府千歲 小時候的記憶就是去南昆申掛香 然後吃來 燒起烏雷是我們期待的一件事情 長大之後 竟然可以跟南昆申做一個 這個培養演技的這個活動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很大的很深的一個淵源 我們在宮廟的宗教文化裡面 會成功也是很特別的 我們有積極去做我們的宗教文化 我們以前到現在 不管是做一個 去國宮廟去順利 南順利 台南順利 這都有出錯 所以我們的文化從事也是很多 這對來 對我 人家宮廟可以越來越多 我們的信度都越多 可以受到我們王爺的朋友 以後在地化也好國際化 我們要結合我們的在地的觀光產業 還有我們的政府來推動 我們的信用 我們的其他的文化 我們的宗教文化 可以推向國際化